在民航业内,有这么一群人,负责飞机的日常安全检查、维修、更换配件等工作,被人们称为飞机体检师。 近日,记者走进昆明长水国际机场,用镜头记录下他们的工作日常。 邓灵飞是云南机场集团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的一名机务人员,今年是他入行的第13个年头。 飞机入港后,邓灵飞手持一份公卡,与同事密切配合, 严格按照步骤检查飞机周身及内部零件的情况,从前到后,从外到里,每确认一项,他就在公卡上打勾签名。 在这个过程中,与时间赛跑是机务人员的工作常态。 他们需要在短时间内迅速且准确确认飞机外型玩号功能正常,并按时调度车辆协助飞机起飞, 确保不影响旅客正常出行,兼顾速度与治疗,让机务人员压力倍增。 这个压力每个职业都有,但是我们既然选择了这行,我们就应该承担相应的压力。 我们会对我们签的每一个字负责,会对我们每检查的任何一个部件表面负责。 没有常规的作息时间,没有固定的休息日,没有周末,没有过节,和同事在一起的时间比家人朋友更多一些。 机务工作虽然辛苦,但是邓灵飞乐在其中。 我曾经有个蓝天梦,但是因为个人的原因,没上蓝天,但是我觉得能保卫住蓝天这个梦,我有地面梦,我觉得真的也是一份欣慰吧。 2018年,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全年保障飞机运输起降,35.95万架次,旅客吞吐量4708.81万人次,货油吞吐量42.83万吨,旅客吞吐量全球排名第35位。 客运量大幅增长,每一架飞机的安全都不容忽视。 在云南机场集团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,还有上百名像邓灵飞这样的机务工作者,在平凡的岗位上,默默守护旅客出行安全。 只有严谨,严谨,再严谨,安全,安全,再安全。在天上的东西,它真出了声,你不可能像开车一样,你停下来什么,我再看一会儿。 在天上,它本身速度这些环境因素,所以我们的信条真的,我们坚守安全,时刻守护安全。